我們現在開始 今天這個網上《色經》的直播 就是今次的主題就是說到《數聯恩賜》 而其中說到《醫病的恩賜》 在《光臨多慈原書》12章9節 《由有一人無者為聖靈自他信心》 《還有一人無者為聖靈自他醫病的恩賜》 而保羅在這裡說到《數聯恩賜》的時候 他並沒有說到將來會停止的 因為有些《恩賜宗子論》的人 就說這個《恩賜》 在初期教會的時代是一個證據 證明他們是從神而來的 就是神所派來的先知 所以就用這個方法 這是沒有聖經的根據 就是聖經沒有說到 就是說 只是在初期教會有 後來沒有的 這個《恩賜》有時候有些人 就以為只是在 初期教會有 但其實今天這個時代 也有很多人是有這個行使 這個醫病的恩賜 而在聖經裡面也有不同的經文 就是講到這個醫病的恩賜 這人蒙聖靈似他智慧的言語 那人也蒙這位聖靈似他智識的言語 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似他信心 還有一人蒙這位聖靈似他醫病的恩賜 又叫一人能行義能 又叫一人能作先知 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 又叫一人能說謊言 又叫一人能翻謊言 醫病的恩賜 好 第一點 信靠神 賜信的人 必有神跡隨著 首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馬可福音十六章十八節 第二段 使徒行轉三章六節 彼得說 今文我都沒有 只有指把我所有的給你 我奉拿撒納人耶穌基督的名 叫你起來行走 於是拉著他的右手扶他起來 他的腳和果子的骨 立即葬見了 第八節 就跳起來站著又行走 和他們同盡了殿 走著跳著讚美神 第三段 使徒行轉五章十五節 甚至有人將病人抬到街上 放在床上或玉子上 指望彼得過來的時候 或者得他的影兒照在什麼人的身上 還有許多人帶著病人和污鬼纏繞的 從耶路撒冷四周的成一來 全都得了醫治 第四段 使徒行轉十九章十二節 甚至有人從保羅身上拿手根 說遺困放在病人身上 病就退去 惡鬼也出去了 第五段 當親近神進入神強烈的同在中 神會帶來更大的醫治 神賜一些人 有更強烈醫治的恩賜 感謝主 好 我們這次看到醫病恩賜 而保羅沒有說到會停止 所以 由經文 說 今天 繼續賜給我們 雖然是很明顯一件事 就是 我們的醫病恩賜 跟耶穌相比是沒有得比的 耶穌是每一個人去醫治的 都一定得醫治的 就是耶穌醫的那些人 是沒有一個不得醫治的 但是 在聖經裡面 就算是保羅 他和一齊同工的 以巴伏提都有病 甚至要死的 保羅一定有個祈禱 但是 他也沒有病得醫治 就是 後來康復的 但是 最初是幾乎要死的 所以我們看到 是有個分別 但是 有個分別 不代表我們 沒有這個醫病的恩賜 就是 現在世界上 有些人的醫病恩賜 真的很強 是令人驚訝的 譬如我曾經說過 Kathryn Kuhlman Kathryn Kuhlman 他有另一個人叫Roberts Learden 親眼看到他 他在聚會的時候 看到一個天主教的修女 他的手本來是捲曲的 坐在輪椅的 但是 當 悔曼 開始 為病人祈禱的時候 他首先 有一段時間 敬拜 然後 為病人祈禱的時候 這個修女 忽然間 他的手就開始伸直 伸直了 伸直了 就開始 一直伸直 然後 嘗試起來 在會場上 這個就是 Roberts Learden 他所見證的 在網上也有這個影片 說到 Kathryn Kuhlman 也有不同的人 在網上說到 Kathryn Kuhlman 如何醫治他們 其中有一個女人 也有很嚴重的關節 腰骨的問題 而在聚會的時候 Kathryn Kuhlman 指向他們坐的 在一個很遠的地方 在聚會的地方 他們不是坐在 好像一個露台一樣 就是上高一層一層的 一層一層的 他在上高那裡坐在那裡 他指向他們的時候 就說 你們那裡有病神 要醫治你 接著他們站起來 很遠路 就經歷到聖靈的能力 以及經歷到醫治 他在網上也有見證 今天也有些人 是有很強烈的恩賜 而我又感謝主 當我去 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我就開始 醫病的恩賜 沒有試過有醫病的情況 但是當時 是 有一個 就是 在一個教會裡 我問了一個傳道人 可不可以為你們的教友 按手祈禱 他說可以 不過他們要進房間 誰想的就自己進房間 當時有十多二十人 我為他們按手 問他們有些什麼經歷 有個婆婆就跳起來 她就說 我肩膀痛好了 還在那裡 肩膀動 另外一個就說 我腰骨痛好了 又在那裡扭她的腰 然後第三個就是有邪靈的章 醒覺 昔日 聖經所說到的 他們所發生的神跡歧視 今天都依然發生 而後來的日子 我很多次經歷了很多的醫治 是很真實的 其中一個我也有放上網 大家可以找 羽岩 然後葉牧師 你會看到一個有羽岩的人 我為他祈禱 他當時在宣教的地方走 去很遠的地方 就是去那裡宣教 有一個女人 她說她坐火車很遠路來的 聽到這裡有聚會 她就來 因為她有羽岩 她說在途中她都覺得痛 有一個多月都覺得痛 然後在祈禱的時候 我就叫她投入放鬆 輕鬆鬆 後來她就起落 起落很開心笑 笑完之後她說 現在不痛了 而且回去之後 她就在網上跟我溝通 她就說醫生檢查過 她已經沒有了癌症 這是我其中一次的 是癌症 打上得醫治的一個見證 那就是說 今天耶穌都依然行神職其事 也有很多次的次數 包括按手祈禱 包括電話祈禱 在電話祈禱 都是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所以 另外有一個例子 我記得有一個人 她是有很長的時間 她是有十幾年 她的腳有問題 她是… 網上也有這個影片 她是… 是一個社工來的 她是… 她是… 她的腳有病 是… 她的腳痛很快 有一次我們聚會開始 這樣… 她的電話 壞了 但她依然走上去 走上去 十四樓 她說她覺得她沒事的 她覺得她非常驚訝 這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歷,神的醫治, 而且他的手震從小開始震, 有一個同事就說,神醫了你的腳痛, 你的手震會不會醫治呢? 每天留意他的手震, 頭痛了兩三天, 然後當他在電話祈禱的時候,他就覺得很 很熱,頭很熱,然後他就說,頭痛減輕, 我又再為他祈禱,頭痛就康復了, 其實還有更多醫治的見證, 神真是今天,都是行神即其事, 我們就看看那些經文, 第一就是馬赫福音16章18節說到, 信的人必有神職除了他們,就是手腕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這就是耶穌所說的,信的人也有神職除了他們的, 另外就是試圖行轉, 馬赫福音的經文其實特別的地方是什麽呢? 是耶穌說到,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然後就說到信的人必有神職除了他們, 所以這裡是說到,在福音廣傳的時候, 這也是一個很清楚的經文, 在福音廣傳的時候, 都會有趕鬼和醫病的因子, 然後,在福音廣傳三章六節, 就提到比特, 比特到了聖殿前,看到一個人是個徒隊的, 他說金和銀,我都沒有, 只把我所有的給你, 我奉那薩勒人耶穌基督的命, 叫你起來行走, 然後就拉住他的手, 他就起來他就行走, 他就進到聖殿,跳著讚美神, 也有一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金黃銀,金黃銀我到沒有, 地把我所有的給你, 何況那瑟良人耶穌的名, 要你喜樂海哼咒, 下午哼咒著跳躍著讚美神, 哼咒著跳躍著讚美神, 哈利路亞,為祈祢, 為祈祢,為祈祢,為祈祢, 為祈祢,為祈祢, 那這真是一個神奇的神跡, 當時有很多人相信耶穌, 因為這個挖子行走, 而彼得就解釋了,奉耶穌基督的命, 就是你們所釘十字架的耶穌基督, 神所派來的救主, 但是你將他釘十字架, 然後他帶來這些醫治的, 然後就說到彼得和保羅都有非常強的醫病因治, 說到彼得, 有人甚至把病人放在床上, 或者肉指上放在路上, 指望彼得過來的時候, 他的影兒照在什麼人身上, 他們就得了醫治, 那麼這個也是很特別的, 就是說, 走過的影兒, 當然的意思就是說, 近距離, 就是跟他近距離, 他們就得到醫治了, 這個真是一個很強烈的因果, 就是他周圍, 這件事也是, 就像在Kathryn Kuhlman, 庫爾曼的聚會, 也是一樣的, 就是在遠距離, 那個修女就好起來了, 也許很多人就好起來了, 這個就是神可以遠距離醫治, 但是耶穌說到就是手按病人, 我們是可以按手的, 但是也都是, 有些情況, 其實耶穌也, 都去彰顯這件事的, 就是有一個, 伯父長的伯仁, 耶穌就說一聲, 並沒有去到他家的, 那他就得醫治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情況, 就是, 他說一聲就可以得醫治, 所以我們也有很多的聚會, 是沒有, 直接去到那裡, 譬如我用電話為人祈禱, 也有很多人是病得醫治的, 是榮耀歸主命, 其實很重要的是, 當我們有醫治的時候, 經常都會心想, 經常都感激神, 是神的恩典, 不是人的作為, 是我們有什麼聰明, 所以, 我很提醒哲英姊妹, 不要說我們為人治病, 為人祈禱, 而神醫治, 我們根本是沒有能力去醫治的, 所以我們只是為人祈禱, 求神去醫治, 神是真的會醫治的, 我們就感激耶穌, 感激神, 以靠神, 親近神, 讓神去做功。 另外, 是《士徒人傳》十九章十二節, 講到保羅的醫治的恩高, 甚至有人從保羅身上拿手根或圍菌, 放在病人身上, 病就退了, 惡鬼也出去了。 這裡就講到, 在保羅身上拿手根或圍菌, 邪靈也趕走, 我曾經有一個奇妙的經歷, 就是有一次, 我坐地鐵, 我在看一本聖經, 那本聖經, 我發現隔壁的男人在看著我這本聖經, 我就告訴他這本是聖經, 他說我相信耶穌, 他就告訴我, 以前在葛培里的報道會, 曾經有一次, 因為他從小到大, 他的腰骨是彎的, 所以很痛的, 然後, 就有人去葛培里的報道會, 他說那些人可以拿手根來, 這個是初期, 葛培里的報道會初期是有醫治的, 但是後期可能因為傳統教會的壓力, 他們就再沒有醫治, 再沒有做這件事, 其實葛培里是可以做到這件事的, 不過他沒有去使用, 因為為了傳統教會去接受他, 他就叫那些人拿手根來, 然後那些人就拿回去, 放在病人身上, 而這個人當他家人把手根拿來的時候, 他就, 他的腰骨馬上康復, 馬上覺得很舒暢, 他就很開心, 但是那幾天, 就有一個和尚來到他家門口, 就跟他們說, 你要擺回神主位, 他家人就擺回, 擺回之後他的病就復發了, 當時他又找不到人可以再為他祈禱醫治, 結果我看到他的時候, 他是駝背的, 這就是一個非常可惜的情況, 但是也是一個我親身的經歷, 就是一個人, 他在葛培里報道會, 就是把手根拿去他身上, 帶著聖靈的能力, 他就得到醫治了, 我們怎樣帶來醫治呢? 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 不只是口說醫治, 是帶人, 不只是口說是受求神醫治, 而是帶人去感激神, 愛神, 因為神的同在帶來醫治, 而神的同在加強是什麼呢? 是我們以神為樂, 信靠神,親近神, 神就歡喜了, 神就可以大大的祝福, 所以我為病人祈禱的時候, 我是帶那些人去愛神, 去感激神, 去歡喜神, 去享受神, 然後神就帶來醫治的, 因為這個我覺得是合乎聖經, 所以我自己來說, 我就不喜歡有些人的方式, 我也不會用, 他們就會用一些字眼, 比如說, 火力, 能力, 就變成一個注目在能力, 不是注目在耶穌, 就是帶人去想到能力, 並不是帶人去更加親近神, 所以我就鼓勵人祈禱, 為病人祈禱, 或者為人什麼祈禱都好, 不是叫人注目在能力, 叫人注目在神的愛, 神的恩典, 神的同在, 讓人的心中渴慕神, 這才是最重要的, 就不是叫人注目在能力, 就是幫助我們, 就是注目在最適當的地方, 合乎聖經的地方, 就是叫人去親近神, 這是神的喜悅, 神的喜悅, 而每一個基督徒, 根據馬可福音十六章所說, 就是信的人都有神職除了他們, 即是說, 所有信的人都可以有神職歧視, 每一個信耶穌的人都可以有神職歧視, 所以我們可以每一個人都放心去做, 我曾經有很多次聚會訓練人為人祈禱, 而那些人回來作見證, 就說我為誰祈禱, 所以這件事是我們可以持續去使用的, 但是有很多人就怕, 他怕為人按手祈禱, 以及問他有什麼經歷, 他們怕的原因是怕著他, 他一會說沒有得醫治, 他就覺得, 不知道怎麼跟他說, 其實他說沒有得醫治, 我說不要緊, 因為你親近神, 神可以醫治你的, 神有這個能力的, 我們就不需要因為他, 他就沒有經歷, 我們就有壓力, 我們不需要有這樣的壓力的, 我們就說, 我做了應該做的, 我們就歡喜快樂, 讓他知道聖靈的工作, 讓他知道聖靈在他身上的工作, 讓他對神有信心, 這就是他的目的, 希望他們懂得如何投入, 譬如說, 有時候有些人說, 我覺得平安舒服輕鬆, 我就說, 你每次祈禱都進入這個狀態, 讓你經歷到神的平安輕鬆, 知道神的同在加強, 你每次祈禱都進入更強烈的神的同在, 幫他們繼續在神的恩典之中, 如何進入神, 聖靈充滿的狀況, 這就是我的目的, 而那些人說, 沒有經歷, 我就不重要, 你多親近神, 神就會歡喜, 神就會繼續祝福你的, OK, 好, 有沒有人有任何問題? 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都可以有這個醫病的權兵, 權兵, 就是Affordy, 我們有權可以醫治的, 我們有權兵, 神給我們這個權兵, 但是因此不同的, 有些人很明顯他的醫病因此很強, 有些人他的醫病因此是沒有那麼強的, 但是我們很介意, 強不強都好, 我們都不用介意的, 我們都是投入去信教神, 親近神, 就行使這個神給我們的權兵, 我們一起祈禱, 如果你有問題, 一會兒可以問, 可以站起來, 放鬆個人, 也可以一會兒按手在你有痛的地方, 舒服的地方, 主耶穌醫治, 親愛天父, 多謝讚美你, 因耶穌受的鞭傷, 我們都得了醫治, 這個以賽書五十三章所說的, 耶穌為我們不單止是赦罪, 也都耶穌賜給我們平安, 心靈的醫治, 也都賜給我們身體肉身的醫治, 因耶穌受的鞭傷, 我們得了醫治, 我們所信的是真神, 我們所信的是全能的神, 即使我們的病沒有走到, 我們都深信神你有能力祝福我們的生命, 叫我們的生命受難阻, 叫我們的生命可以發揮, 可以更大被神使用, 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使用這個權兵和恩賜的, 求主賜給我們信心, 去到你面前, 主耶穌你真好啊, 耶穌好愛我們, 耶穌關心我們, 耶穌祝福, 我, 主耶穌愛我, 主耶穌, 祝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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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愛我, 主耶穌愛我, 主耶穌 Core, 主耶穌愛我, 主耶穌果愛我。 主耶穌愛是我, 主耶穌愛我。 我好想而出, 清楚在聖經見名, 主耶穌我, 我好想而出, 真 couples,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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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耶穌 깔� Weise, 主耶穌 Medicare Pirate Game , 主耶穌 itself, 我好想而出, 真 backsatte, 哈哈哈哈 眼前见 听清清楚在圣经见明 主耶稣我的主 真奇妙 哈哈哈哈 多谢天父 多谢主耶稣 多谢主耶稣 神你是医治的神 你是全能的神 你是慈爱的神 你怜悯我们 主帮助我们 专心仰望你 全心信靠你 时时亲近你 我们欢迎你 我们爱你 神你的同在 在我们身上加强 你就会带来身体的医治 身体的祝福 多谢主耶稣 感谢主耶稣 主啊我们紧靠你 我们挨着你 主我紧靠你 主我紧靠你 尽我心意我利 我紧靠你 主我紧靠你 主我紧靠你 意爱 感动我心 将我紧拥抱 我紧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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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靠你 意爱 感动我 我心 将我 拥抱 我只归你,属于你,我只归你,只归你,我只归你,属于你,我只归你, 我只归你,我只归你,我只归你,只归你,主啊我们单单属于你,主啊帮助我们放松整个人,轻轻松松来到你面前, 求主临在医治我们,我们轻轻松松,没有烦恼,没有重担,让神你的灵智又混合在我们的身体里,医治我们的心灵,医治我们的身体,多谢耶稣,耶稣我们爱你, 祝你,好天啊,来але,我只归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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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很远, 多谢天父 耶稣 我爱你 我归拜你面前 赞你 敬拜 我们的花 祂你 主耶稣 我们信靠祢 我们感激祢 爱祢 我们倚靠祢 祢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的王 我们全心爱祢 主临在 充满我们的心灵 更新我们的心灵 提升我们的心灵 医治我们的心灵 一切的忧伤重担 医治我们的身体 更新我们 提升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鼻子大大使用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神祢珍败 我们欢喜祢 我们感激祢 赞美祢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 圣明 阿们 哈利路亚 在这先祈祷的时候 有没有人觉得有任何的经历 身体的医治啊 这样 刚才 祈祷的时候 觉得个人舒服 舒服点 是吧 因为我昨天看到医生 他说 应该我的肝 肝 和皮肤都有些问题 但是我祈祷之后 就觉得个人舒服点 有用 感谢主 你可以来我们聚会 我们为你按手祈祷 还有我们有 生灵充满的时间 带来更多医治 有人有分享吗? 也有些分享 刚才那个 你说叫我们 按着哪里不舒服的 刚才我的喉咙 只要问你 也有点痛 就好像有点吞好水 痛 现在就不痛了 吞好水 都没有那种 好像 咳咳的那种感觉 感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